如何对待头发 就如何对待生活 若说生长出来的发根 是岁月的痕迹 那么 留下来的发尾 便是时光的总和 生活的组成 大致上两种 有生命 与无生命 有生命的 交给回忆 交给血液 交给心灵的各种绵密 无生命的 你躺的沙发 翻的书籍 滑的手机 泡的热水 照的镜子 抽的烟草 搭的飞机 逛的商店 还有 你的头发 每次的选择 都是质感的追求 我总觉得 头发与人的一生很类似 从一出生 就慢慢受损 人生可以经由 喜怒哀乐 分配每个时期 怎么度过 头发可以透过 洗 剪 烫 染 安排每个周期 每个阶段 如何操作 而护法 如同开外挂一般 只有好 没有坏 只要你想 它可以放在 任何阶段 就像是 尽管付出 且不求回报的爱 哎 你的手机 不用了 可有可无 但你有 所以好美 什么 什么 你做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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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什么 什么 现在 我可以 永远说 这节目 必须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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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我的心 我 在我的心 在我的心 有一个 好 可能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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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